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看 住在LA 我们现在要为您进行的是 我该怎么办这个单元 那么这单元当然就是要谈保险 在最近呢市场上有一些传闻 传闻是说呢 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哦 保费跟福利 也就是个人健康保险的 保费跟福利都要有更动了 到底这个传闻是真的吗 还有这些更动有多少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华欣保险的个人健康保险的专员 Katy Katy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又可以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还有团体健康保险的改变 好我们这个改变 最快会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好其实呢很多人他们 如果说现在你有投保 个人健康保险的人呢 其实你很快呢 就会收到应该说 你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很多各大保险公司 从三月份开始呢 在做的涨价通知 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人 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保险 每一年都在涨 而且涨幅这么高 那到底这对我来说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保费付的越多 想必我的福利应该要 比较好吧 好了到底 这个开始涨价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价 涨的多少钱 好其实呢三月份开始呢 各大保险公司就开始通知涨价了 三月四月五月不同的保险公司 都已经在做价钱的变动 OK 那涨幅的话呢 其实每一个计划 它的涨幅都不一定 8到10个percent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那保险公司假设来说 它是5月1号要帮你做的调整 它3月1号以前一定要通知您 这个就是健保改革的规定 要通知 两个月前要通知 60天前呢就要让它的members知道说 他们的计划呢即将要做价钱上的变动 那到底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全民健保吗 还是说是因为我的福利更好了呢 其实福利变好呢可以这样说 但是要看你需不需要用到这个福利 那我们增加的福利有哪些 好先讲就从两年前刚通过的时候 最快实施的 是针对19岁以下的小朋友 19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在过去如果有弃传啊 或者是遗传性的疾病 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都会认为 买保险很困难 对 说不定会被拒保 对会被拒保 也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涨价 那现在呢 针对19岁以下的小朋友 保险公司不能再拒保了 所以真正社会的人是说 如果你家里面有19岁以下的小孩 然后他有一些慢性病 没错 那这样子呢你不会被拒保 可是有些人的家里是没有19岁以下的小孩 就算有的话也不见得 有的先慢性病会被拒保 其实如果说您的计划是在3月13号 2010年以后生效的保险计划呢 其实针对大人的部分呢 您可以一年去做一次 免费的preventive service 就是健康检查吗 对基本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听到年度的体检 都会觉得 验血验尿一定都包了啦 还有就是X光啦 心电图啦 这些东西 有没有 其实没有 那什么叫做preventive呢 好 preventive的话就像是基本的验血 验血的话可能就胆固醇啊血糖啊这些 那基本的验尿 如果说今天我可能要验尿蛋白 或者是我的尿酸这些东西 都是很基本的一些screening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医生帮你做到像是X光 心电图这样子的 他们虽然跟你说是preventive的检查 那其实保险是不会cover的 所以你要额外付费的 没错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被涨价的消费者怎么办 你又不能没有个人的健康保险 好 其实呢我还要再让大家知道另外一个好的福利 那这个福利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提到的 你用不用得到 你用得到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福利 是从7月1号开始呢在加州各大健康保险公司的个人健康保险计划 都要把maternity就是怀孕的福利放在里面 今天呢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年纪轻的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 根本不需要怀孕的人 他们都会帮你把这个福利加在里面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可能在失婚年龄的女性朋友会很开心 对 因为在过去如果说我一旦怀孕 我都不能再买保险了 对 或者是说我买怀孕 如果我有怀孕的计划 可是我想要cover怀孕的保险 保费会很贵 如果说我今天买的是一般regular的PPO不cover怀孕的 30岁的人一个月的保费可能50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可是如果说我要cover怀孕的 要买到一个比较好的HMO计划 30岁的人保费一个人一个月可能就要400多块钱 所以是十几倍的增加 在美国生产那个开销是很吓人的 而且同时如果妈妈的保险有cover怀孕的话 小朋友出生的30天内你是可以用妈妈的保险来帮你cover的 那同时小朋友出生如果真的需要住进保温箱 我不晓得主持人知不知道 住一天保温箱的费用是1万块美金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保险公司 他们要把这个福利给你的同时 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 所以其实这个怀孕的保险也是包含了 这个小孩子在出生以后的30天内 30天内 是可以用妈妈的保险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也很担心说 那30天之后呢 如果小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小朋友呢 他们是新生儿 30天内他们可以自由去选择他们的健保计划 OK 那么现在还会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个人的健康保险被拒保 然后呢可能也买不到怀孕的保险 那时候怎么办 好 如果说你们今天有一间自己的公司 其实你们可以考虑用自己的公司来做健康保险 如果说今天员工的人数跟薪水 Average的income 符合政府的规定 这个保费还可以做Tax Return 做退税的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们有一个小型公司 那刚好说我可能在个人健保方面 我买不到保险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让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公司来投保一个团体的健康保险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的 有一个保险公司呢 从4月1号开始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promotion 如果说今天你是两个人以下的公司 就算只有两个人 健康状况非常的良好 可是你想要用公司来做健康保险 你们可以拿到将近20%的折扣 对 所以很多情况下有很多的小型公司 他们本来想帮员工买健康保险 可是就是因为拿不到这个折扣 他们就放弃了 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帮你的员工购买这样子的健康保险 折扣20%打8折哦 真的是很划得来 所以这个对于这些小型的企业 六个人以下公司的这个小企业 是很好的一个决定 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嘛 对 而且他的医生医疗网 都是华人很熟悉很喜欢的 医院也是一样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很好的时间 把握这个时间 我想通过这个公司提供的团体保险 对一些个人来说是比较好 是因为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这个就医诊疗的这个记录 保险公司是不会去查的 对 对 对 那像如果你要自己单买的话 你可能就要被查这些你的就医的记录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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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较会去被拒保 OK 所以其实公司如果能够提供这个健康保险给员工 像你讲的 第一个是可以抵税的 对 再来呢 可以做退税 可以退税的 对 然后呢又给公司一个员工的福利 是的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好 希望所有的老板们能够多加的考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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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再给我们提醒一下 到底这个保险是什么时候 你刚刚提到两个人 就是六个人以下 就算是两个人的公司 也可以来申请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折扣的保险 好 这个计划呢 其实它是一个福利很不错的一个健保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我们会把它叫做华夏健保 OK 因为它呢 其实跟很多的华人医生 华人医疗网 还有华人医院都是有合约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是不是便宜的计划福利就不好啊 不是喔 其实你喜欢的医院医生 您都还是可以使用的 同时像这个计划呢 它还有Cover 针灸跟推拿的福利在里面 要考虑也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嘛 因为六月几号就截止了 六月十五号就截止了 那等于说就是说 如果现在已经买了保险的公司 已经有团体保险的公司 现在就没有办法使用这样子的计划 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保费 现在的付的保费比较高 其实也是一个时候帮你们公司看一下 可以转换吗 看是不是要转换一下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计划来 其实很好的 因为很多的雇主 他们可能每一个月或每半年 他们都想帮公司审核一下 现有的健康保险计划 现在就是很好的时机 让你们审核一下 看一下这个计划 是不是适合你们公司 如果是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做转换的 所以呢 滑星保险不只是提供一个买新的保险 你们也会提供像比较价格啊 然后分析每个保险公司不同的福利等等的 OK好太好了 所以观众朋友要记得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时机 谢谢Katy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 再见